我穿成了就熟纹理恶毒反派的早死老婆 书里,反派把妻子当成女主血包 前妻只要女主有任何伤害 她都会让怨重老婆先上 甚至到最后还要代替女主和亲 客死一箱 这还不麻溜跑路 结果来了个莫名其妙的系统 告诉我脱离世界的办法就是走剧情 不是,麻漏的命就不是命吗 我第一次见到大反派沈直时 她还不足十岁 小小一个,说话还奶生奶气的 我上前捏着她的脸 谁家姑娘,长得这么俊秀 她不服气,恶狠狠盯着我 要是手上有刀,估计我的手直接不保 小东西,还挺有脾气 我一插腰,嘴巴一撇,放声大哭 在里面处理事物的爹爹 忙赶了出来将我抱起来 我装模作样嚎了几嗓子 对着那俊俏的小东西一指 爹爹笑道,看来你们是认识了 念威,这是安王的姨父子,沈直 我要告状的话当即噎在了喉咙口 手也跟德勒帕金森一样 哆哆嗦嗦起来 别说他想砍我 连我自己都想把自己剁了给他谢罪 沈直 全文最大反派 那个几乎用了半本书浓墨重彩描绘的一个角色 甚至最后男女主还是因为主角光环才灭掉的人 如今被我用手掐着脸颊 按照沈直这种记仇的心 我怕是被恨上了 我觉得不仅心痛,脑子也有点嗡嗡的 爹爹还在那合不拢嘴 皇上说沈直如今没人照料 正好你与他年龄相仿 日后一起念书一起玩耍,有个照应 爹爹的意思很明显 他准备将沈直培养成自己的女婿 事实上,书中他也是这么做的 可结果却是被安上勾结外邦 朱连九族的罪名 监长官正是最受他器重的好女婿 沈直 爹,培养得很好 下次别养了 不得不说 沈直不愧是大梁第一花魁之子 有张古惑人心的脸 那双眼更是璀璨入星 谁也不知道 最后这个在嘲讽生中长大的孩子 到最后会成为大梁第一全臣 喜怒无常,狠心独辣 而我家,是他对皇上展示忠诚的踏脚石 先是娶了我 最后诬陷我家谋逆 榨干我的价值后 并娶了大将之女 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 可他的目标 只是想把大梁当成礼物送给女主 我这 看到这个结局的 我是愤怒的 当即爬起来 在评论区写了将近一千字的怒评 以为是个权谋文 结果成了恋爱脑 还我充值的会员费 谁能想骂完爽了 睡醒后 我成了这个悲剧前妻 看书的时候 这样的男子有多风华绝代 可人活生生站在眼前 莫名贵了 谢谢 但不至于 在这样的恐惧中 瑟瑟发抖 长到九岁 谁能想到 幼年的沈直这样可爱啊 如果我是女主 还跑什么 直接养成细小奶狗啊 可惜 沈直反派宿命改变不了 就在她来临家前几月 主线剧情开启 女主毫不留情 抛弃她离开了 沈直就在这种被抛弃的怨念中 逐渐成长 而我也得按照剧情嫁给她 成为文中的炮灰女二 真该死啊 原本我看到沈直当晚 就想跑路的 临家不是皇帝这儿八经的亲戚 而是因为军功被皇帝封为安王 这样的设定 对后面诬陷造反 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结果当晚 刚想溜走 一阵电流连接了我的大脑 宿主1212 恭喜你成功领取体验女佩卡一张 请问是否兑换 要不是这系统没有实体 我保证自己 不会拿螺丝刀 把它给拧了 人都在这里了 还问我对不对换 兑换 我咬牙切齿 兑换成功 接下来 请宿主1212 准备女佩剧情 直到完成书中人物走向 才算判断成功 也就是 我最后要死是吧 回答正确 去你的吧 是什么智能回答节目吗 我几乎抓狂 但系统依旧是冷漠的机器声音 只要宿主1212完成任务 便可脱离子世界 回到原本世界 关于子世界的记忆将全部清除 我抓着脑袋坐在地上 开始思考这个任务的可行性 女佩是在书籍前 半段就没了 可是我又不想让女佩爹娘 最后是那种下场 系统 是不是只要最后我死掉 其他故事改了也没事 回答正确 红小孩呢 这不是 我没再搭理这个系统 只是沉思接下来的路 但被子太软了 还没想两分钟 我就沉沉睡去 再睁眼 就是沈侄坐在我床边 好像我是个死物 见到沈侄那一眼的时候 我差点国粹狂飙 但触及她眼神 对不起 起晚了是我的错 我麻溜起床 甚至乖乖将床踏铺好 等我梳理完毕 外面已经日光高照 书败去上朝还没回来 我们去书院吧 我点点头 小心翼翼跟在她身后 接下来的日子 为了邻家不被斩首 哪怕我上蹿下跳 疯狂说自己不喜欢沈侄 就连逼死自己 一脖子挂在爹爹门口也没用 她固执地 在往抄家那条路上狂奔 面威 爹爹自幼教导你 要有容忍之谅 如今皇上下令 让我们邻府看管沈侄 你怎么这么孩子气了 我抓着白领喘气 可又不能直接跟爹爹说沈侄是大反派 只能灰溜溜硬下 沈侄平静看着这场闹剧 那双漆黑如墨的眸中 没有半分波澜 可就是这份沉静让我心惊 哪怕书中不断描写沈侄少年 变老谋深算 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都不及当面看到的那样 让人心慌 要不是爹爹在身旁 真想拿白领 把他一脖子勒死 再自杀 可惜 有个老十字系统 于是 剧情不受控地继续往前走 我和沈侄开始了学习生涯 多励志啊 看到四书五经一本本在面前摊开 若不是戒齿打在手上是真疼 我都为我自己的努力落泪 林家小姐 夫子摸着他老长的花白长须 我硬着头皮起身 写字成这样 怕是很不容易 一旁男子笑嘻嘻开口 夫子 他们林家是打仗的 莽夫哪里懂什么自好自差 说话的正是户不上书的儿子 李赵 大梁虽说文武一样 但皇上不习武 连带着爹爹这种武将也被暗自排挤 我也没废话 直接将纸塞进他嘴里 林念威 我拍拍手 我林家为国征战 为皇上尽忠 皇上都没说 我们莽夫 你凭什么张口就来 李赵脸色一下子难看了 我直接把高度拔高 只要一张口 不管对还错 就是冒犯了皇上 我正得意 背后一凉 沈侄那双如狼的眼 正盯着我 心口猛的一紧 赶紧乖乖坐下 冲沈侄讨好一笑 沈侄只是将脸扭到一边 我没看到的地方 小孩的手悄悄拧紧了书页 红了耳朵 时间一晃过了六年 沈侄如墨竹般抽条 欲发疯神俊朗 书中描述他长相明朗 但眼底总是近着丝丝寒意 如一汪寒冬的深井 可转眼又能让人如沐春风 原主就是在沈侄这种神秘气质中 被迷得神魂颠倒 为他做了许多匪夷所思的事 理解 小女孩嘛 总是会被坏男生吸引 我伸出手 一双紧断鞋走进我的视线 沈侄一身齐装 扎着高高的马尾 萨爽英姿 如苍松于山水 踏着满怨日光走近 他微微勾唇 又被罚了 我气恼起身 却发现他已经高出我一个头了 比他矮可没有气势 我当即站在门槛上 与他平视 我又不是小孩了 怎么可能天天被罚 沈侄没有多言 只是捡起我身旁散落一地的纸 上面我重复抄写的笔墨还未干 我有些心虚 讨好一笑 沈大人今日有何要事 是的 很没出息 为了死之前的日子能过得好些 总要低头讨好 这几年 只要有人暗骂他是娼妓之子 我就帮他出头 将对方骂得狗血淋头 小时候不懂事 你咬我一口 我就删毁你 怎么着都要报复回来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靠沈侄搀扶回府的 后来大家要脸面了 沈侄在皇上面前也得脸了 大家才收敛了些 但还是挡不住 有人对沈侄下黑手 最严重的一次 是他当职的时候 被人下药 带去了兔子巷 差点在男人堆里失了清白 要不是我正好看到 怕是沈侄的黑化速度又要加快 这怎么行 我当机力断根上去 掏出他送我防身的匕首 第一次将其刺进了 试图攻击我的其中一人肩上 我用沾满鲜血的手 将沈侄从那里带了出来 但这个消息还是传了出去 进宫复宴时 有人将这件事当笑话讲 沈侄 听说你怕你娘妓院倒闭 自己亲自上阵了 沈侄还不能动手 但手已经缩回了袖肩 我明白 若是仔细些 他袖口里的手 必定是死死握着 青筋抱起 惊恐间 我甚至都看到了他黑化的进度 这可不行 我还没活够呢 我当即拍案而起 直接上前将多话的人 脑袋塞进旁边的荷花池中 直到那人挥舞的手臂逐渐缓慢 才将他拉出来 皇上已经闻讯赶来 所有人都盯着我 就连我爹都不赞许的拧眉 完蛋 完大发了 我满头冒汗 盲贵吓道 启禀皇上 臣女也不知为何 只要有人说 沈殖不好 臣女 臣女 我一咬牙 趴下半哭半嚎 太后笑着道 看来 咱们大梁马上要有喜事了 我脑袋一蒙 救命 忘记剧情了 太后的理解属实有些炸裂 我本想说 把沈殖当哥哥的话 被硬逼了回去 十余年的时光告诉我 上面的人怎么说 你不能当面反驳 只能徐徐徒之 经此事后 所有人都不敢在我面前说沈殖 毕竟 我自小有仇就当即报了 大家都要脸面不是 但流言四起 说我眼光差 看中了这么个没用的男人 哪怕他继承安王的亲王之位 赵就是个闲散王爷罢了 他们怎么明白 我这么做 只是希望以后能和沈殖有谈判的资格 毕竟以后他们的命 还是我的命都在沈殖手中 只要他想 没人能阻止 除了女主 我叹口气 实在不明白 局面怎么就成了现在这样 不过 好歹沈殖在我面前 也算是有了几分好颜色 很多时候也会对我宽容几分 就像现在 他一身戎装 冲我道 我要跟叔父前去剿匪 估计要两三个月 他妈撒着腰间挂着的剑柄 你 自己小心些 他目光沉沉 不知再想些什么 我拧着眉看了他许久 直到他不自然别过脸 才问道 你 会带女子回来吗 沈殖的脸当即一黑 大手揉乱了我的发际 那些画本子 少看些 我不客气 甩开他的手 输了很久的 你别弄乱了 沈殖没有生气 只是嘴角微勾 走了 原来他是马上要走的 我看着他挺拔离开的背影 心中不知为何 莫名升起一股不安 就像是时光的洪流 正放肆朝我冲来 要将我碾压为尘 沈殖是被一顶轿子 连夜送回来的 匪徒被围攻 脑怒下一剑直逼沈殖 谁能想到 剑上带着剧毒 尽管只是擦破点皮 也进入了五脏六腑 怎么会这样 我看着已经没有血色的男人 第一次觉得生命如此脆弱 明明走之前 他还意气风发 像个得意的小将军 跌跌搓了搓脑袋 要不是为了救我 沈殖也不会如此 这让我九泉之下 如何和安王交代啊 我本来以为对于沈殖 我不会有多大的情感起伏 可看他躺在那 往日的相处 一幕幕出现在脑中 垂眸思索的他 帮我抄书的他 坐在枝丫上将柿子 扔在我脑袋上 微翘唇角的他 原来 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 他也是个孩子气的少年 皇宫的太医一波波来 直到太医院之手的张太医沉吟 这毒 只有千年保心丸可解 此话一出 众人皆惊 连我都暗自冒汗 娘亲不断擦拭 沈殖冒出的汗珠 担忧道 若是寻常千餐雪莲都好寻 我听说保心丸只是传言 到底能使白骨重塑 死而复生 他不断是累 难道阿植 真的难逃此劫 这一次 在我努力下 日日带着沈殖 往娘亲院子里请安 要亲密得多 如今沈殖也算临家半个儿 跌跌更是急得团团转 只有我沉默不语 千年保心丸不是没有 只是世间只有两例 一例在女主身上 但现在已经被他 用在男主身上了 还有一例 是在城墙根下 一个老乞丐身上 书上说 这东西是老乞专门研制 本想就自己性命垂危的妻子的 但因为缺少一味药引 还没等老乞丐研制成功 妻子就先走了 老乞丐绝望之下 将自己放逐 被女主一语惊醒 因此特地送给她一例 让她防身 就像掉下悬崖 得到武功秘籍一样荒谬 每次回想这个剧情 就觉得女主不愧是女主 娘亲坐在沈殖床边的 啜气声不断 搅得我心烦意乱 罢了 我常常叹口气 直接换来人骑上马 静止往城墙根去 风声在我耳边呼啸而过 沈殖 就让我再赌这一回 女配和女主的待遇 是真不一样 我嘴皮子都磨破了 老乞丐就是不承认 自己有这颗药丸 好在我想起老乞丐和妻子感情甚堵 咬了咬牙 周先生 沈郎性命垂微 但求先生垂怜 我直听挺跪下 把老乞丐唬了一跳 这是临服小千金吧 听说沈大人剿匪受伤要死了 也不知道他来这里干嘛 周边有认出我的 指指点点 声音不大 但足够让老乞丐听清楚 他叹息一声 将腰间的小葫芦递给我 我几乎是要喜极而泣 重重磕了个头 正要离去 姑娘 老乞丐叫住了我 情缘深浅 望姑娘能一直睁着眼睛看 我沉默片刻 冲她一笑 情这一字 与我无缘 老乞丐因为一个女人 失去了此生挚爱 这是她识人不清 而我 不会和她妻子一样 为情所困 最后郁郁而终 我要做的 是如何把握沈侄最后一丝良心 让她为我所用 保鲜丸不愧是神药 没过几天 沈侄就已经能说几句话了 一个月后 她自请入宫 随后就是赐婚的圣旨 还有沈侄继承安亡之位 我紧紧攥着那道圣旨 谁能想 剧情里明明是皇上醉酒之言 可这一次 却是沈侄亲自求取 这件事最高兴的 莫过于爹娘 他们兴致勃勃指挥着人 临府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 很多时候 我都安静坐在花厅里 看爹娘商讨一应事物 离成婚还有三日 府上已经红绸遍地 树上也挂起用绸缎 折叠出的各色花瓣 廊下也挂起喜气洋洋的灯笼 奴仆腰间都尾上红色布条 沈侄就是在半夜翻墙进来的 他脸上一如既往平静 好像即将成婚的人不是他 那双眼映着烛火摇曳的灯笼 带着隐隐的欢喜 可惜太淡 像是一缕雪地的白色锤蔓 轻飘飘的 保心完的事 我听说了 我心情不好 只是汗手 沈侄迟一道 为什么 什么 自幼我便没有双亲 师父也不再管我 这些年 你和书拜叔母尽力照拂 可是我不明白 他覆手而立 眉头微皱 似乎真有困惑在 不断扰乱爱他的心神 我笑了笑 沈侄 爹娘对你好 是因为他们与安王交好 至于我 沈侄一瞬转身 死死盯着我 似乎急切 想要一个答案 我被他的眼神吓到 忽然不想说了 只是浅浅一笑 你自己去猜吧 就像你去猜皇上的心意一样 我向他走进一步 滴滴道 沈侄 这次剿匪 我不相信你们意识到什么 区区匪徒 为何会有致命毒药 你死或者我爹死 对谁最有好处 沈侄一震 不可置信抬眼看我 我嘴角依旧挂起 沈大人 我不在乎高位是谁 看在爹娘带你真心份上 最后能庇护一二 真心 沈侄的脸上 多了一抹音质 不知哪句话得罪了他 一扭脸大不离开 这场会谈 又是不欢而散 直到成婚那晚 他还是板着臭脸 喜婆哪里能适应 这样凶巴巴的新郎 说着好听话 也变得磕磕绊 我暗叹一声 小心扯了扯他的衣袖 沈侄一愣 旋即将自己衣袍收回 防止我再触碰 又用手抹了抹 直到整个衣袖 都塞进自己怀里 这种小动作幼稚且没用 我也来了脾气 瞬间用手抓住他的胳膊 心房当即一片安静 熟知我俩脾性的摇摇 急急跺脚 小姐 我摸摸鼻子 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这么干 难免有些尴尬 沈侄更不必说 耳朵都快红得跟心服一个色了 接下来倒是老老实实走完了流程 最后各自搅了一段 长发放入葫芦里后 喜婆彻底松了口气 结发为夫妻 恩爱两不宁 里程 众人退下 心房静悄悄的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沈侄 满房的红色 我的眼睛有些眩晕 她坐在我身边 只是低声应了 不知是不是白日的疲惫 让我出现了幻听 她的声音中带着隐约的期待 我饿了 沈侄不可置信瞧我 随后起身走向桌子 只是背影里怎么看 都有些气急败坏 这小子 不会脑子开始有颜色废料了吧 可惜 她是要为女主守身如玉的 不光是原身 就连第二任妻子嫁过去 也没得到沈侄的一丝恋爱 所以 我一点都不担心新婚之夜 她总会有办法糊弄过去的 沈侄垂眸看着 我将手上的两块糕点吃完 眼底的深色愈发暗沉 吃好了 我点头 好了 下一瞬 她的脸放大 嘴上传来软软的触感 让我不由一惊 下意识想推开 手脚竟莫名软了 黑沉沉的夜渐渐落下 只有院中的缠鸣不断 一夜叫了两次水财 疲惫睡下 没过多久 又听到了奇怪的声响 我勉强睁开眼 就看见沈侄穿着白色礼衣走了出去 我翻身往里 不想细揪 唐姐姐 沈侄的声音很轻 我刹那张开眼 身上起了密密麻麻的细汗 外面开始小声对话 我听见下跪声 沈侄跪了下来 手抱着夜经堂的大腿 像是飞酒的大雁 终于找到了气息的地方 卸下浑身防备 沈侄在夜经堂面前 永远都是个没有防备的孩子 我呼得就松了口气 像是长久悬在半空的心一下 就落到了实处 我没有去干扰他们的认清画面 只是轻轻合上了门 沈侄是安亡一父子 娘亲在生下他后 被产婆闷死在床上 若不是夜经堂及时赶到 沈侄也早就死在墙堡 而夜经堂 因为沈侄娘亲的一贩之恩 将沈侄当弟弟看 一直养到九岁 主角主线开启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他将唐梨花堂留给沈侄 自己跑了 等他回来后 沈侄不仅成了唐梨花堂主 还对他执念以身 要不是他师父 因为躲避追杀失忆了 这最后男主是谁 还真说不准 不过主角团经历良多 哪里是沈侄一个小屁还能追上的 因此沈侄黑化了 因为夜经堂是皇上的私生女 娘亲也因为先帝而死 所以他以为夜经堂这次回来 是想让大梁不得安宁 直到最后 他踏着无数人命坐上的摄政王位之后 才知道 夜经堂为了男主放下仇恨 根本就是他自己自作多情 最后他死在登基前夜 而男主清军策成功后获得名声 拿着新地上的钱财 和女主逍遥自在去了 一样套路的结尾 可惜女主的恋爱脑不在沈侄身上 不然互相恋爱脑 怕是山崩海啸都分不开他们 系统说过 最后男女主一定会幸福美满 但其中剧情可修改 如今女主比书中回来的时间早了一年 那也就意味 只要我控制得当 邻家的悲剧也可以避免 现在就是看我什么时候死了 我坐在同镜前梳妆 看着镜中面容娇好的模样 在新婚之日盘算自己什么死 怎么死 也算古往今来头一人了 新婚夫妇当天是要给公婆请安的 但安王早逝 我们就成了进宫给太后请安 可等了许久 沈侄也没出现 瑶瑶觉得奇怪 只有我面色沉静 走吧 她记不来 我也装作不知 这种事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我可不是黄盖 愿意让沈侄疯狂打我脸 给太后请安后 我回了临府 爹娘显然没有料到 刚要询问 沈侄快马跟上了我 进宫后 发现你已经请过安了 沈侄要来牵我的手 被我轻轻避开 她脸色一变 爹爹没在意 只是拉着身子要喝酒 倒是娘亲拉着我进后院 只剩我们娘俩后才问到 才新婚第一日 就吵架了 她喃喃道 难不成昨晚的香不好 可明明有用的呀 我想起昨晚莫名其妙的 力气散尽 脸胀的通红 娘 娘亲见怪不怪 挠了挠耳朵 你懂什么 阿执性子孤僻 我若不帮你想点办法 你们怎么延续沈家香火 我气急 反驳道 谁要给她生孩子 头一转 沈侄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 脸上不大好看 小两口哪有隔夜愁 娘亲去厨房 让他们再多加点菜 她以为我们 只是闹别扭 笑咪咪离离开 倒是沈侄在我面前坐下 原本清冷气质 舒然变得乖利起来 她的某一寸寸 从我身上划过 如同利刃来回划过 我当即汗毛倒立 我去帮娘亲 她用手抓住了我 被握着的地方冰冷粘腻 像是被毒蛇缠绕 几乎让我惊叫出声 这些年的日子 让我忘了 沈侄这个人 不正常 有下人在 岳母不需要你帮忙 她从身后缓住了我 耳边是她湿热的呼吸 她贴着我的耳朵问 念威 在你心里 我是不是不值得有一个孩子 她的唇 开始在我脖梗游走 一遍一遍反复呢喃 念威 可身上那股枝子香味 猝不及防传入我鼻尖 这是夜经堂的味道 原来昨晚 她真的一直和她在一起 这个意识 让我陡然一惊 整个人清醒过来 沈侄 我听到自己无比冷静的声音 你还记得 自己答应过我什么吗 脖子上的唇停下 转而是沈侄沉重的呼吸 无论如何 庇佑我的家人 沈侄的手缓缓放下 只听见她在身后轻声开口 念威 在你心里 我到底算什么 我的心口一致 我无法告诉沈侄 我只是来此经历 理念威一生的外人 我不能放任 对她日渐加重的情绪 这种情感 不较爱 我不能对一个 随时会拿走 我和家人性命的男人说爱 至少 不能是沈侄 这场对话 依旧是不欢而散 沈侄照常上朝 陪我回林府 而我也扮演好 一个合格的妻子 我们俩 别扭又和谐 只有晚上 沈侄才会用手 抓着我的手腕 眼角微红 可她什么都没说 我也默契不开口 今后有了破冰 谁也没想到 就连我自己 都捂上肚子不可置信 明明林念威 是不可能有孩子的 系统已经沉睡 她除了开始和结束出现 其余时间 只能靠我自己 带着仅剩的剧情记忆 就像游戏冲关 这个世界的难关 得我自己过 这个孩子来得突然 就连宫中也赏赐了不少东西 而沈侄也第一次红了幽眼 她小心翼翼 俯伤我的肚子 我第一次看她不知所措的模样 念威 这是我们的孩子 这句话在她唇盼绕了绕 她缓缓抬眼 谢谢你 我一阵 竟什么都说不出来 沈侄她 为什么要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怀孕的原因 我不再对沈侄 抱有极大的戒心 我们开始在园中的凉亭里 闪花畅谈 会如寻常夫妇一起上街采买 也会因为她的生疏 闹出不少笑话 直到怀孕五个月 叶经堂找上了门 她的诉求很简单 只要让沈侄答应 放了陆舟 陆舟路见不平 谁知被一状告到府衙 偏偏被沈侄意外撞到 这件事自然不能善了 叶经堂虽说是唐丽花堂主 但时过境迁 她早已没办法再大量一呼百应 因此只能求上沈侄 阿侄 你说是我弟弟 为何就只是 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 你都做不到 失忆后的叶经堂 不复以往冷傲 如同沾了雨的玫瑰 脆弱而娇艳 沈侄的手死死捏紧 她的下额紧绷 几乎要将叶经堂拆骨入腹 那我呢 堂姐姐 你消失的这几年 究竟有没有想过我 我仿佛被人抽空的骨髓 哪怕早就知道 沈侄对叶经堂的感情 亲耳听到后 依旧窒息难耐 我从未把你当成是我姐姐 沈侄的话 一字一字传入我的耳中 这是书中第一次 沈侄撕开两人之间的窗户纸 也是她起了要强取的心 叶经堂也从这时候 有了利用沈侄的心 只可惜 后面陆周建议勇为 救下的女子横插一脚 关于沈侄的笔墨 倒少了不少 叶经堂梨花带雨 那张脸我见游脸 可是你已经有了妻子 我不能伤害她 叶经堂的戏 一如既往的好 她抓起沈侄的手 笑得凄凉 你不在我身边时 是陆周一直保护我 你哪怕是在为我报恩呢 沈侄犹豫了 但只是一个眨眼 她用力将叶经堂拥在怀中 字字珠心 堂姐姐 陆周配不上你 你只能是我的妻 凉风阵阵 我的心如破了洞的门房 一点点破败下去 可我不难受 至少这个结局 早就在我意料之中 倒是瑶瑶尖锐的声音 打破了他们的相拥 也唤醒了我的尸神 肚子传来一阵阵腹痛 我死死抓着身后的狼柱 很清晰地意识到 孩子正在一点点流失 瑶瑶 我迟钝地开口 我的肚子好像有点痛 瑶瑶哭着摇头 要来搀扶我 却被赶来的审职拉开 随后便是一个温热的怀抱 隐隐传来浓郁的枝子花香味 这场意外 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稳婆一盆盆血水端出去 可我的精神却很好 直到最后 她的手臂都是血 对爹娘和沈侄 哭丧着脸道 没了 没了 沈侄怒吼 什么没了 孩子 孩子 稳婆不敢久待 娘亲听闻此言 直接昏了过去 一时间更是人仰马翻 只有沈侄惊恐万分 她甚至不敢过来 我想现在的我一定虚弱万分 要不然怎么连抬手都做不到 我轻轻换她 沈侄连抬眼都不敢 只是愣愣站在那 我也不急 一时间房内寂静得可怕 如同窒息般折磨着对方 最后她小步挪过来 双眼不满红血丝 我第一次看她如此失态 我笑了笑 不是你的错 沈侄像是被撕裂了 痛苦跪在我床前 终于低着头 一声声哭泣起来 我俯伤她的发 面容不改 那道 我一直都在逃避的伤疤 算是彻底结痂 属于我的劫难 要结束了 后来 沈侄一直没有来我院中 但在外面 她的名头愈发很辣 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魔头 她的黑化进程开始了 一日晚上 我正散了病发 准备入睡 忽然闻到一股香味 身子一软 陷入了沉睡 我是被一阵颠簸阵醒的 沈侄还是不同意放了陆周 叶金堂忍无可忍 只能将主意放在我身上 沈夫人 得罪了 叶金堂哪怕失忆了 身上依旧带着江湖儿女的气质 策马扬鞭 丝毫不慌 当初被躲追杀 无意闯入你们夫妻心房 谁知竟然是羊入虎口 陆周做错什么了 要被她如此对待 满身伤痕 难道没有沈侄已全眸撕在里面 叶金堂咬牙切齿 身后已经传来大片马匹的声音 很好 她有一张浓郁如墨的脸 如今冷冷一笑 更是如盛放红眉 叶金堂停下马 身后是万丈深渊 她将我挡在身前 贴着我的耳轻声道 夫人得罪了 我只要换陆周 我明白她的意思 不吵不闹 倒是引来她一阵赞叹 沈侄竟有你这般妻子 是她的福气 我哑然 转眼看向她 她微微一笑 叶金堂似乎 记起了什么 还没来得及多想 沈侄已经踏马前来 系统此时冒了出来 情节塑造成功 选择留下 或者选择玻璃 思绪混乱间 沈侄的话打断了我的走神 堂借鉴 她目光死死 盯着叶金堂扣着我脖子的手 冷然道 面威还没恢复身子 这样颠簸对她不好 叶金堂没有多言 放了陆周 倒只要为了陆周 你就什么都可以做 堂姐姐 是你告诉我 你会一辈子在我身边 可是你现在呢 为她那个男人 你可以在我面前做戏 现在还可以为她绑架人质 沈侄笑了笑 只是眼中尽是严寒 我竟不知 堂姐姐这几年 在外面学了那么多 乱七八糟的手段 她手一挥 陆周被五花大绑推了出来 沈侄一脚将她踹倒 是她叫的吧 叶金堂手一抖 沈侄 你放了她 沈侄冷笑 不可能 阿堂 这辈子 我都不可能把你让给陆周 那我呢 沈侄被我突然一问愣住了 她似乎忘了 我还在 我静静看着她 悬崖边的寒风呼啸 并边长发不断飞扬 可我的心却是一片平静 沈侄 对你而言 我算什么 是自幼长大的玩伴 还是为你打理家事的夫人 叶金堂末地冷笑一声 沈侄 若你要我离开陆周 那我只要沈夫人这个身份 休了李念威 我堂堂正正嫁给你 沈侄犹豫了 沈侄痛苦万分 她死死握拳 唇色一点点苍白下去 我心下已有了答案 沈侄 还记得我要的承诺吗 沈侄猛地抬头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慌地朝我跑来 可是晚了一步 我趁叶金堂不被直指往悬崖跑去 急速的下坠感 让我几乎看不清事物 书中沈侄因为叶金堂 放弃了李念威 现在一事 不管我做多少 沈侄永远都不会选择我 既然如此 又何必在自困于情节中 我该回家了 只听见山间风里夹杂着痛苦凄厉的声响 念威 像是从窒息的海水里逃脱 我大口呼吸着睁开眼 床边闹钟正滴答滴答转动 窗帘没有关上 大片出生的日光正倾斜进入房间 我捂上胸口 发现有些疼痛 看来不能老熬夜了 我拍拍脑袋 往洗漱间走去 昨晚看书的软件还没吸平 上面一行异行字消失 转而出现新的段落 宁王沈侄 于天元二十年举兵造反被查 自已于宁王妃房内 因此没有牵连母家 皇上下令 不得葬于皇陵 是史上唯一的遗例 与王妃不同学 全文完